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首次國際演說 總統賴清德再度堅守主權 強調兩岸互不隸屬 引發國台班不滿痛批 賴清德挑釁姿勢 骨吹心兩國論 中國外交部也痛批 這是變幻花樣的販賣台獨謬論 賴清德的講話 蓄意割裂兩岸歷史連接 重談戶不隸屬 堅持主權等論調 變幻花樣販賣台獨謬論 兩岸之間的問題的製造者到底在何方 如果談論中華民國都還是台獨的話 那還給中華民國空間嗎 唯有正視歷史正視事實的時候 才能夠去找到最佳的一個方案 我們希望習近平 希望中共 希望國台辦這邊審慎思考 能夠善意地回應 台灣主流民意的想法 面對中國的反擊 綠營要對岸正視歷史 也就是中華民國確實存在 這回賴清德的國慶文告 提了44次台灣 8次中華民國 以中華民國史觀 詮釋兩岸關係 外界認為 這代表賴總統 不會在兩岸關係上冒進 路線也逐漸向 統獨的中間路線靠攏 吸引許多外媒關注 像是BBC認為 賴清德釋出希望 和北京好好相處的訊息 《金融時報》覺得賴清德 是在敦促中國克進 維護和平的責任 美國華府官員喊話 中國沒有理由 利用台灣國慶 作為軍事施壓的藉口 前AIT理事主席普瑞哲 也說賴清德的演說內容溫和 期盼中國正面回應 前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 杜如松強調 若中國有克制回應 就是穩定創造條件 肯定賴總統確實向 避免升級 邁向明確不乏 賴清德總統的雙十眼說 成為他上任到現在 是最冷靜 最務實 也最沒有意外 也是最具有蔡英文風格的談話 甚至比蔡英文的中華民國 台灣的論述 更往中華民國方向移動 最起碼的話 他也承認中華民國四個字 賴清德總統其實是一個溫和 而希望建立一個穩健的兩岸關係 穩健的對外關係 溫和的路線 務實的路線 是得到世界民主國家的一個支持的 賴清德用中華民國史觀 詮釋兩岸向中國遞出橄欖枝 兩岸政策 溫和不造勁 更破解外界的依賴論 明天宣傳不得 更多精彩新聞 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